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人生是需要食物去支撑的 也是我们吃饭的时候 你这个是石烧起枝翅雨的深海雨 我这份是晚秋怀石野菜绿小店 我都是一个日本的受害者 任何日本的受害者我都对 那你一回到香港 第一个演出的机会是什么呢 我在TVB做了一个编剧训练班 做了一会儿我就去考香港话剧团 但因为其实自己的经验有限 财能有限 都是做一些很旁边的角色 还有当时我觉得在香港话剧团 这个主角在这里做了十年了 二十年都是他做的主角 这一生都不会轮到我了 还有好像人工都不是很高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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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时好像做到最上班 在话剧团做最上班的主角 可能是一万多二万块 可能是说 觉得好像 不是很满足我的 我的要求 但又跳了出来 你考的时候 就是那时跳了出来就死了 因为你发觉为了钱跳出来 但这是你理想的演戏 那时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生的低潮 跳出来之后 终于发觉人都要找食 去了香港电台 我都不记得如何转转转 又去香港电台 又去商台 但还是觉得不行 我都要拿回所有东西 我要做个演员 看看有没有有孔娟 在香港电台是做电视部还是电话 最先是电视部教育电视部 听歌学英文 做性本线 接着去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因为那时候电台二台的DJ很红的 阿旦、林珊珊 学家丽 那些做着就出去拍摄 你就是想这样 不知道我行不行 又没有份 然后跳跳去商台 接着去阿视 晨早直播室是早上不能睡 你要我早上六点起床 你真的叫我不要睡 过了一大段这样的日子 我记得叶杰卿 初初当你上司的时候 你在香港电台 应该都是性本事做助理编导的时候 叫你影印一些东西 你都感触落泪 其实是叶杰卿对我很好 因为我帮他做过一次 我画剧团出来了 他请我去电台做 他说你个年轻人挺好的 好像也挺Smart 但因为我那时候 一直打算做演员 然后当我拿着那份东西去影印的时候 我会觉得 你什么时候到岸呢 我在做什么呢 我是不是这一世人 回了office 会不会呢 我记得有一次 就在影印机旁边 对啊 顶了一会儿 你终于在87年 去参加这个无线的 私仪大赛 私仪大赛是一个尝试 入行的一个 想说有没有一个捷径酒呢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我记得好像你要耍功夫 千万不要再迫反了这条片 耍功夫啊 什么都做啊 是怎样的 你自己说要耍平电视台 不是 当然是电视台安排 我怎样会做这些事呢 你其实参加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不是 我应该得的 其实我是可以的 在围内 其实他们大家知道的 甚至是杨瑟琳赢了 后来杨瑟琳 现在都在TVV做 杨瑟琳我记得 他也学我的东西的 他自己跟我说的 但我失败了是什么呢 我失败了 就是一个人学何守信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 那何守信就来逐个说回 为什么大家今天的表现如何呢 我还记得 何守信就跟我说 他说 你呢 王子华 就是因为你太滑了 你做得 我当时心想 我就是学你了 我就是想学你了 我就输了 就是由当时我跟自己说 以后不要学人 做人要死 死在自己手上 不要死在人家手上 但是那个结束之后 你才再参加叶瑟琳 找你回商台 又是另外一个演出的机会 林祖辉 对 米前七先锋 对 对 你进去商台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余曾少姐 当然有了 Winnie Winnie Winnie很厉害 Winnie就跟我们开了一会 米前七先锋 我记得那时候 就只有我们一个跟他 他跟我们七个说 做节目 最重要就是你的原神 你好像出竅一样 说到就到 我当年就是 原神怎样出竅 如果不是 怎样会有一代的DJ 哈哈哈哈 我当时整个人都呆了 哇 很厉害 真的觉得很厉害 真的觉得这样 有没有过几招给你呢 在他们学了些什么 我第一次做动督笑 其实Winnie有跟我谈过 Winnie 现在林凯峰那个叫事但说 其实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找Winnie 他已经提议我用事但说这个名字 因为就是更加贴切 stand up 时但 他想这些名字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他吃得很硬的 那为什么你不要时但 这个名字真的挺好的 你要了林凯峰 现在没得用了 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找他之前 我们已经删除了 都是叫做动督笑的 嗯 你觉得余章小姐是什么人 非常非常之 聪明 很有 很有眉观 亦都很有宏观的人 你刚刚提到林凯峰 其实你觉得林凯峰的表现是怎么样 在那个时但一旦说戒里面 在那个时但一旦说戒里面 我认为我也是 我很羡慕他 说起想来我这一世人 唯一一次出现这样公众 做show的时候 想哭就是对着观众 我记得一年做soul gun show 那时候我有我的女朋友 说出了事 那我有一部分叫即庆的动督笑 我记得有就有观众 就女朋友 就是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 很hurt的 就是扔这个 当时我真的有三秒钟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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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當時你怎麼處理都要有題目 因為沒有理會他 說也要說 但是覺得 從來都不容易面對觀眾 可以很無情可以很冷酷 那詹瑞文呢? 詹瑞文怎麼看? 詹瑞文是 不可否認他的身體形態 他的節奏感很強 而我很欣賞阿詹 就是很多年前 當沒有人認識阿詹的時候 我已經聽說 電影圈 有時候找人去做配角 他是收一個貴到你不會找他的價錢 就是阿詹的好處就是他很自重 我是搞表演藝術的 你給不起 你不尊重這件事 你不要找我 我覺得他一直堅持下來 做他自己的事 到今天這樣的成績 是很理所當然 你作為一個演員的時候 譬如《奸人堅》這樣算 你是不是真的改劇本 改得很重要 改到連對手都不知道 你說什麼怎麼接你 是的 我是改很多劇本的 個人化了它 因為人物一定要出的 人物那件事 我覺得其實每個演員 某程度都會 如果你是真的認真盡責 你都會去改的 不過很慘 你是一個有江湖地位的演員 你去改劇本 大家會說你工作態度認真 但如果你初初入行 你很有心 去提議人 我明白 我覺得是很慘的 我明白 希望各位幕後的同事 應該鼓勵一下 別人給予更多意見 所以我又知道 以前我不明白 有些事情 原來真的要逐步逐步 如你所說 所謂江湖地位 其實我第一天走進來 我已經想是這樣 但沒有人會理會你的 你改了之後 其實通常都有排氣的 我通常有個好處 我改劇本 我是改到 基本上你能接到的 我不是試過跟那時候 蕭亮吵架就是因為這樣 男親女愛 男親女愛 那我改了 蕭亮就 你這個劇本 你不是這樣寫的 那我可以的 蕭公子 你照說你那句 都是能接到的 我是一定改到你能接到的 我又排一次 你真的不是這樣寫的 那次我會發脾氣 他們第一次見我發脾氣 怎麽發呢 吵架 我不會 那麽大一個人 兩個男人怎麽吵架 我走到一旁 有一堆快老子 自己 這樣扔我到地上 然後又自己撿回 再來一次 他就有得理 他只是說兩次 說到電視劇不能夠不提的 就是男親女愛 這個劇對你意義很大 其實我不是好像外奸 那麽感覺到的 我到今天都 那時候很多人說 紫華你很紅 甚至Dudu都跟我說 你現在很紅 你扮回似仰一點 你真是英俊一點 頭髮蓬鬆 因為我一向不覺得自己很差 你明白嗎 我只不過是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主要是做棟督少 我也說我的生計 主要是從棟督少到來 那我做棟督少 一直都做得很成功 那在做電視來說 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麽實質的 金錢那種回報 那只不過現在真的 一般平日可能 買菜的人不認識你 現在都認識你 對我來說 是去到這樣 那你說它實際上有什麽影響 有一個很大影響 就是我基本上走到香港任何地方 大家對我都很friendly 去到哪裏 小強 說起小強 你本身很怕蟑螂 不是很 我不會 對 我不會碰他 最好不要在我那裏 但你拍這個的時候 要和他很好朋友 這些克服 怕的 怕的 他還不是只有一隻 養了一堆 會死的 有時候他偶然走掉了 就是很可怕的 但Dudu就一手撿著袋子 很離奇的 他很強 都說拍拍一下 不知怎麽走 但那個鏡頭要繼續下去 他撿起袋子 再撿起那裏 那裏 真的可以 哇 大哥 那隻英雄生的 然後出來還是生的 真的 Dudu 是不是好像外間所傳 真的有些感情發生 甚至今天我這樣的時候 我都常常說錯話 Honey 是不是 你的電影的票房 哪一邊出來 最好 你覺得 每天九點鐘 就哭了 那些抑鬱就出來 為什麽你每一次 我想印象比較深刻的女朋友 都是年紀比你小很多 我未曾遇過一個 對我來說溝通沒問題的人 Dudu Dudu是不是一個很強的人 他有沒有在你面前 很強 完全沒有軟弱 或者女性溫柔的一面 沒有表露過大家合作這麽久 有 當他很信你的時候 當他很信你 你便會覺得 其實 因為Dudu其實是很幫我的 很幫我的 以我一個 我入TVB 因為是新人 我第一天拍攝鏡頭 他已經說 你的頭不要動那麽多 這是閉嘴 第一天已經是幫我的 我改對白 他會要 你改我一句 真的會這樣 但是有權不讓你改 那你們拍了這麽久 真的好像外間所傳 真的有些感情發生 因為完全半點都沒有 我覺得不是那種感情 我都說那件事 整件事出現 這也是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只是一天拍拍外景 那些記者便很受得 一群人勇於Dudu 有一群人勇於Dudu 又有一群人勇於Dudu 又說和Dudu 又說 我愛Dudu 我不是說我鬼仔 但這句對我來說是很容易說的 我很容易說的 我和那個人合作得很好 不是大家就 你愛 一轉成中文 愛愛情 我已經不夠一個小時 就已經 拿著電話和女方說 女方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I'm so sorry 為何你要找女方說 不是我 而是Dudu 你跟她說 我說 I'm so sorry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不知道 因為那一剎那 我之前沒有接觸這麼多這些事情 在那一剎那之前 我都會覺得 你脫口的一句 原來的炒作是可以這麼大 甚至今天我這樣的時候 過了這麼多事情 我還經常說錯話 Honey 然後Patrick又不喜歡 Patrick 我想也沒有想過 Patrick沒有不喜歡 可能有人說 Patrick 不要緊 Patrick 我都很疼 早前我又學Dudu 你跟Patrick說說 真的慘 有時候我覺得 挺好玩 我只是說 但那件事結束炒到 雪頭越滾越激 越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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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遠遠超過 我覺得某程度到最後 都對我們有傷害 其實 對 但你跟她拍男親對愛的時候 有一場戲 接吻戲 拍了一個分鐘那麼久 真的以為是借位嗎 你說過世紀之吻 對 真的 一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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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再剎嗎 不是 這個真的是Dudu 很專業 我當時 兩個其實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 拍攝這些戲 是全部樂趣可疑 嘉玲說的韋仔說得對 沒有樂趣 何況她那些更加不說 我之前已經對韋蘭 大家都專業 一剎 不要在那裡遷就 即是你連接吻 教委 OK 美懷是不是這裡 這裡 就是這樣 但是你做過一個非常正經的角色 就是末代皇帝 是我做過寶儀 那個你自己欺不欺負 很喜歡 因為做到那個真的死那麼多 是不是搞到精神崩潰 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是我第一次進大陸拍的劇 而我相信很多人 第一次進大陸拍的劇 都不會有我們經歷的 就是整個組 裡面有一百人都好 只有我一個香港人 所有都是東北 說了普通話 是我的內容 是我的內容 就是有一半我們聽不到 我去了外國 大概 最苦是什麼 那個戲叫做 寶儀與她的五個女人 寶儀就只有一個 女人有五個 五個 那五個呢 就這兩個星期來一個 這三個星期來一個 你就由頭撐到尾 寶儀 每天最早出去 最惹個翻 那時候我減少了 很多人以為我厭吃 但是因為是抱怡 我減了二十幾磅 去做 有吃過一些減肥藥 令到自己抑鬱 天天在家裡哭 天天差不多好像 那時候每天 他們一早 晚上九點鐘左右 吃完飯 我坐在一個旅館 昏黃的旅館 那時候就哭了 那些抑鬱就出來了 不斷拍了幾個月 拍到有一天就崩潰了 這個是 我覺得 作為一個男演員 一生難求的角色 那先吃點東西 要不然你有沒有 還有二十幾三磅 說完苦的就吃點甜 對 這個就是 北海道的芝士餅 配日本蜜瓜 我這個是櫻花朱古力餅 配日本蜜瓜 可以試一下你的朱古力餅嗎 可以 這個應該是 是不是會漏東西出來的 不是 好像是 咦 這樣才漏 不過他這個做得比較濃 可以是氣墊 有些人喜歡氣墊 謝謝 那個叫做 好 弄到你一坨 你的芝士 到最後也是在肚子裡崩潰 在肚子裡 那電影呢 電影呢 電影 許冠文會不會算是你的恩師 他找你寫神算 然後叫你演出 其實 其實他找我寫 我當然要多謝他 但我是打算做那套戲的男主角 不是 你整個輩子都在想怎樣 轉洞轉洞給他演出 這樣 你的電影的票房 裡面出來 你覺得最好 厲害 有一個叫做霹靂火 是 主演有成龍 很坦白說 我覺得電影 是 是錢做出來 最近越做越壞了 我真的發誓不再做這些事情 七天拍戲 我未試拍過一套戲七天 即是七天才 終於被我嘗到了 那你怎會有一套好的東西出來 我們隨時拍一套劇都不止七天 隨時 但你自知 他撿到的一蚊雞保鑣 不是自知 不是嗎 是開玩笑方小姐給錢 是嗎 是 這也不知道 我得罪了他下面的高人 沒辦法 王家熙 是的 為什麼他都會做這套劇 很厚 改四十幾個位 改完就不是那套劇 我就說 王先生 我不要緊 你要全部改 但改完 我不會掛我的名字 是導演 黃晶就說 那大家不用談 沒辦法談 那就是這樣的結局 決定選用郭善妮做女主角 是的 是我決定的 因為這樣的合作 又有些非聞傳出 就說 你和郭善妮可以發佈 這個是完全不明白 怎樣傳出來的 是的 沒有任何證對 他突然說 他倆其實在搞非聞 那就是 這些可能叫宣傳 但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最離譜 我試過被人說 我生肺癌 我看那個暴徒 我生肺癌 有一次我去看 那條頸弄傷 我去入那間大廈下 我去看那條頸 他說我因為我性無能 去要求 醫治陽偉 他還訪問了那個醫生 不是我去看那個醫生 那些病人的私人事 我不方便公開 真是好看 世界去到這樣 那說回你自己真實的感情世界 為什麼你每一次 都不是每一次 我想印象深刻一點的女朋友 都是年紀比你小很多的 你有什麼吸引力 令到會不會好像你爸爸 秉承了你爸爸的傳統 可以吸引到那些 這麼青春的少女 做你女朋友 我不會想 我有這麼厲害吸引他們 是他們有什麼厲害吸引我 反過來是 我覺得 坦白說 我們不是十八二十二 和我這個年紀的女士 大部分都結婚 那你在市場上 我們接觸的就是這些 還有我不想那些人 好像是誤會 你一定是年輕 不是的 沒有這樣的心態去想的 那個不是那個衡量的條件 但是溝通沒有問題的 你覺得 差十五十六年 我未曾遇過一個對我來說 溝通沒有問題的人 無論是男女 興趣呢 興趣會不會有困難 大家年紀相差 我又很少遇到 和我這樣的興趣 坦白說 我很怕 譬如斯芳 你是我女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都很喜歡杯 然後我認為這裡是漂亮 你認為是不漂亮 而我認為她是全世界最漂亮 你竟然覺得對她毫無感 我會很絕望 我情願 你喜歡怎樣 你喜歡怎樣 我喜歡杯 我情願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時候結婚 沒有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計劃 因為想著完全 我都不預備結婚 其實我真的很微地 盡量不想 沒有什麼需要我想 就是不想 這件事我想和我同齡的背景有關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的背景 我特別 我覺得有大的影響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和爸爸生活 和我媽媽 我那個所謂 父親的形象是很薄的 基本上我是不忍受到男人 我是受不了男人氣的 女人罵我好好的好的 男人罵我可以打架的 所以我習慣了沒有枉管 我最近才能研究到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很喜愛的女朋友 要跟你說結婚 她很需要結婚 我不抗拒 你不抗拒 但不會自己主動去想 因為我首先 我個人不會覺得 那件事特別寶貴 愛是寶貴 一紙婚書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相信有真實 有恆久的愛情嗎 不…不…不信 我的意思是 我不信有無條件的愛 所有愛都有條件 但不是必然 有條件也好 無論如何也好 這分鐘 你是在愛河當中 是…是… 恭喜你 希望你這個愛能夠 有條件也好 無論如何也好 繼續維持下去 為你開花結果 多謝你來我飯局 多謝你邀請 今天是時候送些紀念品給你的時候 阿雪麻煩你 麻煩你了 因為我知道你12月要開這個 隨便說和督笑 為你揭開這個和腳 越大和越快樂 多謝 還有一個金鍋 這鍋是金鍋 對面當然有一個代表動督笑 很重要的物件 閃射心輝 一個麥克風 一個閃麥克風 多謝多謝多謝 希望你12月收個旺場 好 祝你成功 Thank you 多謝多謝 很多人不是太知道太清楚 自己想做什麼 但是阿芷華就非常清晰 一直都很希望做一個演員 一個演戲的演員 不過今天大家最記得他的 未必是一個演員 而是一個動督笑的表演者 無論他追求這個夢想 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和他分享完他的經歷 我覺得他的人生是快樂的 因為他有一個目標 你呢 你沒有一個目標 你呢 你沒有一個目標